那这块肥肉怎么样 就是这个要评估这个中芯国际嘛 帮华为Mac 60 Pro 手机生产晶片 是不是违反华府的出口管制 还不止所有帮华为生产晶片的 一连串的 都要开始这个思考要评估了 那另一头是三星 今天这个起火嘛 昨天起火3月21号 虽然迅速扑灭 但是预料记忆体晶片 价格会进一步上扬 然后三星的这个存储价格 至少涨20% 不这个美国当然管得到 他现在想要管的对象 就是中芯国际 那中国大陆如果真的要 完全避开美国的科技制裁 因为中芯国际 还是跟美国有相当大的往来 那他只好把他那一块 整个切给华为 反正华为就是美国什么都抵制 那就那些高阶晶片的工程师 就改到华为上班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会做安排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唯一目前最顶得住美国制裁 然后靠自己本事站起来的 就只有华为 而且这个半导体 目前明显要用到 就是MAT-70 Pro 他可能要做五奈米或以下 那这个美国绝对进的啦 百分之百进的 百分之百 而且今年刚好MAT-70是要碰i16 如果苹果再输啊 那苹果真的就完蛋了 苹果现在还有官司缠身啊 对不对 对那个是垄断的问题 我觉得苹果基本上 作为一个终端的制造业的品牌 还是美国唯一的品牌 所以如果苹果真的输了华为 那美国这个全球制造业 真的就受到很大的挫折 因为他的特斯拉眼看就是输了嘛 那苹果他一定要顶住啦 所以他对华为一定不会客气的啦 介大使你怎么看 另外一头这个日本 连续两个月出现了贸易逆差 对华贸易赤字年增加107% 也是连续35个月的赤字 但是相对的 半导体设备的这个出口 却增加80.7% 都卖给谁呢 都卖给中国大陆 对日本的经济啊 事实上这20年都不好啊 这个一直在萎缩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所以日本的这个 这个现在是日本最兴盛的是观光业啊 大家都觉得去日本是物美价廉 事实上日本的旅馆啊 现在来跟我们台湾旅馆来讲的话 都感觉比台湾的旅馆还便宜 那日本的这个街头这个好饭店啊 吃市价比感觉比很多 比如我们台湾 所以我们台湾刚刚一直去啊 对大家有机会就去日本啊 那就是表示日本的经济是出现严重的问题了 当然它这个核碎水的这个排放啊 这个事情事实上话 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疑问在里面的 因为核子污染基本上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去除的 被核子污染核污染的这种水 它可以说我可以处理以后啊 就可以造成很安全 那是解决人类对于核污染的这个这个这个好 无法解决问题的一个可以多诺贝尔奖 可以得十几个的奖的 所以没有人没有人相信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从贸易的角度来看 中国大陆有完全的国家的主权 也就是说啊 这个叫防疫检疫的问题 就是说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你只要你觉得你受到威胁的话 你可以采取这种断然的措施 所以这种防疫检疫的问题 大部分的这种判决都是怎么样 都是会食施比较高的 这些安全食品包装的国家 通常都会胜诉 那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你看日本想要提到WTO 它也没有办法搞啊 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净了以后 那么日本的这个光扇贝的部分 因为中国人喜欢吃这个干贝 对以前几乎都卖给 所以我说其实品质是很好 其实很好 但是就是因为中国净了 他现在求救无门 其实他们很努力 全世界所有国家友好的 几乎都问了一轮 都卖不出去 问题我们台湾也吃啊 我们台湾现在也吃得到 可是我们台湾的量 要跟中国大陆的量来比 不能比啊 所以这个量 它就没有办法解决 最主要的消费就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这个 这是高级水产啊 你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整个生活水准高了以后 大家对这个消费只会增加 不会减 高档海产 高档海产 你一下子你这个安全出问题 中国大陆禁了 那事实上的话 只会有其他的地方会取代 像韩国也有产 像甚至中国的大陆的东北 还有现在俄罗斯的水产 也一直向中国 中国 向中国销售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好过去的销售 他并不是说没有竞争潜在竞争者 那他这个一被禁了以后 那现在这个日本这个尤其北海道这些善悲业者 真的是好欲哭无泪了 那回过头来还是要让他的国家不要去倒那些 倒那些核污染水的嘛 何必呢 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害人反害己嘛 那就是说对日本就是对华的贸易 这个赤字会是这样 我们光讲一个 这个中国大陆华为的这个 中国大陆这个比亚迪的电动车海豚 在日本市场风靡 也就是说很多日本的人 他们现在报导就是说 日本人宁愿买中国的电动车 而不买这个 这个日本自己说的电动车 这是性价比的问题 另外日本过去它这些消费电子产品 过去是怎么讲 是世界上首屈一指 我们这个早年去日本这个叫秋叶园 对 哇那不得了啊 能买一个日本的电晶体收音机 或者一个什么随身厅 人手一击啊 可是现在这种荣景没有了 所以日本事实上这个经济进入到 所谓的这个失落的20年 事实上最主要它的制造业是出了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事实上日本现在很多部分 它跟中国大陆 事实上它很多事实农产品 它都跟中国大陆产生器作 事实上它很多 比如说像鳗鱼 那日本人喜欢吃的鳗鱼 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养殖的 而且半成品的加工进入到日本 另外日本有很多这些 初级的食品加工 还有很多连锁商店 它能够提供日本消费者便宜 这种可靠 然后符合日本规则 都是日本厂商跑到中国大陆 不论是东北地区 还有到山东地区 跟这个当地这个地方政府合作 进行弃作 对 这样是讲得太对 因为这个 我说东方人嘛 虽然口谓不尽相同 但是总比跟西方人 差异要小一点 而且中国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就是因为排放这个核废水的问题 现在中国大陆是整个禁 禁掉之后你就看到 光是善被这一项 陷入了绝境当中 另外这个车子的部分 我问一下亮哥好了 这个东风在大陆很大 它可以说是 这个大陆三家中央车企之一 被认为是国家队 车企的国家队 本来它的盈利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最近受到 这个日本的一个连累影响 因为它跟这个日产合作 那现在以中国大陆来讲 大家谁要买日本车 日本车现在中国大陆卖不出去 大家都去买国产车 所以这东风出现了 2005年上市以来 首度亏损 这一亏损就亏损了 这个40多亿人民币 所以不得了 这一亏 不亏则已一亏就聚亏 在2022年东风的 这个净利还高达 102.65亿 然后你看到 它仅仅一年时间 就断崖式的下降 骤降了140亿人民币 讲来讲去 看到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日产 它本来东风跟日产的合作 它的销量非常好 但是日产一掉之后 拖累了整个东风 那这个讯息呢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蛮震撼 因为东风 大家知道是老品牌 也是大陆可以说是车企当中的国家 对 亮哥怎么看 算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吗 我觉得不只是跟日本合作 还包括它电动车转型比较慢 所以等于是两个都出了问题了 因为日本车在今年一到二月 在中国市场销售掉了30% 事实上东风集团在去年八月 就已经预估了 说它的净利降了75% 所以我认为不是现在才发生的 是去年就开始了 那主要就是电动车嘛 因为电动车 中国大陆现在新销售的车 大概有一半以上是电动车 那这个它根本都没跟上 那当然就是 等待被人家兼病吧 大概就是这样 不过中国大陆事实上 那未来一两年 已经有人讲啊 说台面上的汽车行业 会被歼灭掉80% 那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啊 因为欧洲日本都经过这样的过程 所以就算是中央汽车 就算是国家队也一样 一样一样 你没有搭 你那个风向不对就 风向队猪都可以飞上天啊 风向差你机也飞不起来 就是这样啊 那现在就变成 因为中国大陆的汽车集团 一定要扩大规模嘛 比如说日本丰田 现在日本第一大企业 那德国的那个大众汽车 也是第一大 所以你一定要扩大规模啦 不然你的财务支撑 撑不住啦 因为有很多的 比如说你要去新的市场去拓荒 那有很多钱你都要先垫的 比如说维修啊 还有当地的培训的经费啊 那个都要先垫的 所以你的财务要很强大 所以比亚迪也是慢慢垫机 所以你看他现在开始在墨西哥布局啊 那投资也才六亿美元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比亚迪实在还不够大 他如果真的要作为 世界上一流的汽车集团 他还要併其他的牌子啦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过了 还不成功 在麻烦这个牛肠中 今天教育尔益生菌 和了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